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先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它说 These ocean waves are among the earth's most complicated natural phenomena 这些海浪 主语 西动词 among到巨末是借此短语做表语了 这是主系表结构 be among 什么什么 可以翻译成是什么什么的之一 这些海浪是我们地球上最复杂的自然现象之一了 这个里边有一个结构 咱们记住 就是be among 什么什么之一 或者包括在什么什么之中 这是among的常见的意思之一 咱们看看例子 He was among the last to live 他是最后离开的人之一 是什么什么之一 包含在这些人之中 再比如说用道桩 among those present or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er husband 这个手下和他的老公是出席的人之一 就是包括在出席的人之中 这里边是表语放在巨首 我们说了如果在主系表结构里边 主语太长咱们可以用道桩 先说表语 再说系动词 再说主语 这个手下还是个女的 手下和他的老公在出席的人之中 包括在出席的人之中 就之中包括这些人 是什么什么之一 后面没什么说的 complicated 翻译着复杂的 natural 是自然 复杂的最复杂的自然现象之一 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看看 这个怎么个复杂法 他先描述 先描述基本的形态 他说 The basic features include a crest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wave a trough the lowest point a height the vertical distance from the trough to the crest a wave length the horizontal distance between two wave crests and a period which is the time it takes a wave crest to travel one wave length a crest 这个有点科普英语的味道了 他说 最基本的这个特征 这个feature 指人的话呢 翻译成人的相貌 眉目鼻口耳 五官 人样子 指事物的话 叫特点或特征 就海浪的基本特征 包括包括什么呢 这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特征 第一个是a crest 一个浪峰或者浪尖 是插入语补充说明一下 是什么呢 是一个海浪最高的这个点 叫 crest 还有一个trough 叫做浪谷 就波浪的低点 the lowest point 一个波浪最低的点 还有一个height 叫浪高 是什么呢 括号里补充说 the vertical distance 垂直的距离 什么距离 后面有后制定语 from the trough to the crest 就从浪谷到浪峰浪尖 垂直这个距离 叫浪的高度 这波浪有多高 还有a wave length 一个波浪的长度 这是什么呢 看括号里说了 the horizontal distance 水平距离 什么呢 between two wave crests 两个浪尖之间的水平距离 叫浪的长度 还有一个周期 and a period 就是波浪的周期 什么呢 后面再来定语重句 这个比较复杂 这个括号里面 是个定语重句 which is the time 是这个时间 什么时间呢 后面又迁讨一个定语重句 注意后面那黄颜色的 整个这个大的定语重句 修饰前面这个time 是什么呢 可以看到省略的关系 代词which which it takes a wave crest to travel one wave length 这个定语重句里面 省略的关系代词which 那么这个which呢 在定语重句里面 充当take的冰语 使某个东西花费多长时间 来做母事呗 注意这个定语重句里面的主语 it是形式主语 它真正主语 后面动词不定是to do to travel one wave length 就是一个浪峰 走过了一个波浪的长度 所花费的时间 这个叫波浪的周期 包含了 1 叫浪尖 2 这个浪谷 3 浪高 4 浪长 最后波浪周期 这个五个基本的特征 这里面有一些小的细节 咱们看一看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crest 这个叫浪尖 或者指山峰都行 我们再读一遍 crest 它表示the top or highest point of something such as a hill or a wave 就是一个东西的顶端 或最高点 比如说一个山的山峰 或一个波浪的浪尖 叫crest 而且搭配了一般都叫off搭配 什么什么的间接 什么的间断 crest off 你比如说 it took us over an hour to reach the crest of the hill 我们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 才攀登到了小山的顶峰 crest off 叫山的这个山尖 再比如说 surfers riding the crest of the wave surfers冲浪者 冲浪者骑在浪峰之上 在乘风破浪 在冲浪 在浪的间断 这是crest 这是浪尖 还有一个呢 是本文中的术语叫波谷 这个术语能知道就行了 是什么呢 the hollow area between two waves 两个浪之间 空的地方 中间是空的空 空心的地方 就低点了 叫浪谷 这个当常识 看看就行了 咱们看个一个图片 这看得更清晰 比如说 这叫大海上的浪 你看浪的最尖尖的地方 我们叫crest 就叫浪峰 浪尖 这两个波浪中间的低点 就是我们叫trough 就叫浪谷 然后呢 从低点到高点之间的 这个距离 叫wave height 叫做浪高 而在两个crest中间 这个长度 叫wave lanes 有的时候也叫lane 就是浪的长度 是这么一个 这个大概介绍了 这个海浪的最基本的 这么一个特征 都包含哪些东西 另外注意最后 在第二段段末 这个定义从句 which is the time it takes a wave crest to travel one wave lanes 这个可能稍微麻烦一些 咱们来钻研一下 这个里面是定义从句 千套定义从句 它相当于 which is the time which it takes a wave crest to travel one wave lanes 咱们看到 这个括号里面 是个定义从句 但time后面又千套 第二个定义从句 这个关系 that's which 被省略了 关系 that's which 在定义从句里面 充当take的宾语 take somebody some time to do something 花费某人 多长时间去做某事吗 take somebody some time 不就他的宾语吗 这宾语就关系 that's which 然后it是形式主义 真正主义是后面 to do 就是要走 那么一个波浪长度的距离 所花费 让一个这个浪风 走一个波浪长距离 所花费的这个时间 被称为叫波浪的周期 把这个看明白就好了 好 这个第二段描述了海浪的基本的这个形态